《香港台》 《香港台》 《晨早新聞》 報道 各位 今天2月14日 歡迎收聽《香港台》一節新聞 我王俊賢 中美間諜氣球風波醞釀一個星期 中國日前忽然指責 過去一年美國派氣球非法飛越中國領空超過十次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科比說 說法完全不實 美國氣球並沒有飛越中國上空 美國最先在2月4日 在南加羅羅納州對開擊落中國氣球 之後上週五在阿拉斯加 上週六在加拿大西部上空 週日也在幽輪湖上空 擊落不明飛行物體 美國軍方說 已經找到在南加羅羅納州 被擊落懷疑中國間諜氣球的關鍵電子設備 包括用於情報收集的關鍵傳感器 聯邦調查局正是主理分析 美軍北方司令部聲明說 工作人員已經能在現場找到重要碎片 包括所有已經被識別的優先級傳感器 和電子器件以及大部分結構 另外 押後月初訪華行程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據報計劃 和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 在德國無尼克安全會議期間見面 至於在加拿大上空 和附近不明飛行物體的殘骸 加拿大王家騎警正是搜索玉空地區 牽涉3,000平方公里 地勢險搖和有好口積雪 發言人說 落入玉空和優倫湖的碎片 未必能成功打撓 加拿大軍方形容 最近3個不明飛行物比空氣更加輕 而優倫湖上空發現的出信是氣球裝置 中國間諜氣球風波越演越烈 美國連日擊落不明飛行物 引發西方對中國間諜行為的關注 英國政界對中國威脅關注日增 多個國會議員要求手上將中國列作威脅 並要求增加國防開支 軍情六處前駐長Sir Alex Younger 直指氣球事件證明西方國家 全面受到中國間諜壓力 而且中國和西方之間不存在信任 中國明顯嚴重侵犯多個國家主權 他說英國必須要認知 正是與中國競爭 要覺醒 強調英國要加強力量 應對中國對全球安全所構成的系統性競爭 英國政界要求政府澄清 到底曾經是否有中國間諜氣球飛越英國境內 手上修未成未有交代 只是說會不惜一切保衛國土 英國有能力處理間諜氣球 皇家空軍颱風式戰機會無間斷進羅領空 泰晤士報報導 皇家空軍將會檢視美軍收集的情報 而協助加快應變隊伍作出應對 英國警方使用中國製造的無人機 引發政府內部憂慮 梅日電信部報導 目前有超過三分之二無人機 由大疆DJI製造 而這家公司已經被美國列入黑名單 報導獲得37個警察部隊回覆 合共擁有337架無人機 最少有230架是DJI無人機 不過有11個部隊拒絕透露無人機的營運商 據報內上白匪文敦促警方 確保目前使用的中國技術 不會令英國陷入北京干預 由於國家安全風險上升 內政部委任專員重新檢視有關合約 確保資料、數據保密 夏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凱恩施說 應該禁止中國進入英國的關鍵系統 又說在公共採救時候 需要考慮周長以確保國家安全 看英國消息 英國後脫歐北外議定書困局有望解決 有消息說英國和歐盟的新協議 在兩個星期內會簽署 據報約翰遜政府去年提出的紅綠通道方案莫得接納 包括在歐洲人權法院北外的局勢 仍然存有爭議 每日電信報引述接近談判的消息人士指出 手上三位成今個禮拜稍後 會與部分歐洲領袖對話 在下個禮拜就會落實宣布時間 據報新協議接受方案 是由約翰遜政府去年6月提出的紅綠通道方案 由英國本島即英格蘭、蘇格蘭 及威爾斯運到北外的貨物 並且在北外境內使用 就會使用綠色通道 廢除所有邊境檢查 文件工作也減對最少 至於英國本島貨物 由北外出口到愛爾蘭或歐盟 就會使用紅色通道 保留員有議定書要求在北外關口檢查 不過歐洲法院在北外的角色 仍然是最敏感部分 報導說歐盟消息人士相信 新協議會顯示在北外發生的爭端 歐洲法院有最終的決定權 應方消息人士就堅持 在北外發生的貿易爭議 歐洲法院不會有任何參與 而是由北外法院自行裁決 身為城政府已經再無堅持 歐洲法院一定不可以 就北外發生的爭議作最終裁決 被約翰遜同作為私立場軟化 報導指出 兩邊的消息都說 略計新協議當中 歐洲法院只會是最後一根道綽 另外有指新協議出爐 意味著政府會撤回單方面突出的 北外議定書法案 法案早前已經獲下議院通過 北外議定書問題引發北外行政與停擺 新協議是否能滿足統一派 北外民主統一黨DUP 仍然是焦點之一 保守黨的歐洲研究小組ERG說 北外統一派是要求取消所有關口檢查 及歐洲的法律 ERG消息指出 跨黨派正是同統一派接觸 確保保守黨後白議員和DUP 在新協議宣布的時候立場不會搖擺不定 DUP黨魁Sir Jeffrey Donaldson 堅持 黨並不會容忍一個市北外成為歐盟殖民地的協議 警告統一派只會接受 由貝爾法斯特全權管治的協議 轉一下 英國廣播公司播出一出批評印度總理莫迪的紀錄片後 被印度稅務局突擊搜查他印度辦公室 外界全則是印度當局一場報復行動 BBC說正是全力配合 希望事件盡快完結 BBC的紀錄片名為India The Modi Question 今年1月播出 關於莫迪在2002年針對古吉拉特邦反穆斯林暴亂當中的角色 他當時是該邦的首席部長 紀錄片只是在英國境內播放 不過印度政府嘗試阻止民眾在網上轉載 批評紀錄片是殖民思想 敵意宣傳反印度 上個月在德里一次紀錄片播放活動當中 警方拘捕學生 印度反對黨秘書長說 今次搜查BBC辦公室 明顯是莫迪政府懼怕批評 譴責所有威嚇手段 又說要摒棄非民主和獨裁態度 不過執政黨BJP形容 BBC是世界上最腐敗機構 又說只要不播毒 印度願意為任何企業提供機會 強調這次合法搜查 行動與政府無關 有關紀錄片跟隨莫迪首次突出政壇 包括他在古吉拉特邦成為首席部長 揭示由英國外交部獲得未曾公開的報告 質疑莫迪打壓宗教的示威活動 當年一列載著印度教朝聖者的火車被放火 幾十人死 只有一天發生的暴亂 導致超過一千個穆斯林死亡 英國外交部報告指出 莫迪對於暴力不作為 容許暴力有直接責任 莫迪過去一直否認指控 也沒有就該事暴亂道歉 最高法院在2013年就裁定 沒有足夠證據作出檢控 英國廣播公司上個月說 有向印度政府查詢 但當局拒絕就記錄片作出回應 又強調記錄片有廣泛目擊者作證 和專家意見等等 當中也包括執政黨BJP的回應和看法 帶香港消息 今年3個政府官地事件局和港鐵項目都流標 有報導說 政府在賣地和短期租約條款中 加入香港國安法適用條文 可能影響發展商投標意用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 在賣地條款加入國安元素 是履行特區政府維護國家安全職責 並且說地審界代表表示支持 認為有興趣投地的投資者作出決定的時候 只會從商業角度考慮 和國安元素無關 據又重申 特區政府就基本法23條立法目標無變 希望盡快在今年或最遲下年完成 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日前贊文 提出基本法23條立法沒有很大的迫切性 並非香港最迫切任務和市民最大啟蒙 又說台灣民進黨可能會借機抹黑 困惑民眾騙取選票 認為不適宜在今個年度前開公眾諮詢和立法程序 香港媒體市場結構急速改變 環球收費電視經營者 以及付費內容提供者競爭日益激烈 友善寬頻宣布 旗下香港友善電視已經獲政府批准 交還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營運接近30年的友善電視 將會在6月1日正式變成歷史 不過免費電視牌照香港開電視就不受影響 其他業務包括寬頻通訊、電話服務、網絡建設、流動通訊等業務 亦都會如常應運 至於友善新聞 就會透過現有三條免費電視頻道 為觀眾提供新聞資訊 友善電視1993年10月31日啟播 播放的電視頻道達到134條 曾經是全港電視台之館 並且提供新聞、娛樂和體育節目 當中多條在24小時播放頻道 香港第一支新聞報導員